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天气报告 我是谢威宝 受到低压态所影响 在维港镜头望出去 云层来说都挺多 而至于雷达图像也显示着 一些凌散的雨区影响着广东沿岸 而截至下周四点钟左右 降雨主要集中在香港的东面 而沙田区更加是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 而至于今天各区的最高气温 普遍来说都涨到31度左右 而在大范围的卫星云图 我们可以见到 和低压态相关的一些云团 现在覆盖着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 而我们预计和低压态相关的一些雨带 会在来近这几天影响着南海北部 至到华南沿岸 而至于今晚去到明天的详细天气预测 是大致多云 有几阵骚雨 明天骚雨较多 各部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 气温是介乎26至29度 风方面是吹和换的冬至东南风 而至于展望方面 是随后一两天有骚雨和有雷暴 星期五的雨势有时颇大 要去到下个礼拜初的时候 天色才会较为明朗 但仍然有几阵骚雨 大家记得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资讯 这一节的天气报告说到这里 下次见